10月10日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在与其他全球领导人的虚拟会议上说 美国大选结果显示美国人民已经和世界一起反对总统特朗普 美国人民在看到世界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反应后决定带来改变 2018年特朗普带领美国推出伊朗与世界大国之间在2015年所达成的核协议重新实施制裁 致使伊朗经济陷入瘫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上升 为了报复特朗普的行动伊朗逐渐减少了对该协议的承诺排除了所有相关会谈 但有伊朗官员表示如果德黑兰的利益得到尊重这些措施是可以逆转的 拜登的当选可能为新的谈判创造了机会 当选总统拜登承诺如果伊朗也恢复旅约 他将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 该协议也是他担任副总统时奥巴马政府所批准的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伊也在11月10日表示 希望美国新任总统能够回到被总统特朗普放弃的伊核协议中来 他表示希望美国吸取了教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